我開啰 我已經開了 我現在也是都會頭痛 怎麼會頭痛 那我 不要不要 都不好 都不是 很像走在水裡面 有點像偏頭痛 有點像 可是又不是很像頭腦很髒 對 我一直想要敲頭 我開啰 好喔 歡迎加入直播 喔 頭痛的路 但如果我感冒我就不能去 看路易徐 對 我就要隔很久前去看路易徐了 為了那個 我就變病毒了 對 那妳進去要噴那個嗎 要啊 洗手 要洗手 好症喔 媽媽的那個 可以進去噴那個消毒的酒精 又有點像噴香水 對啊 倒一圈 對啊 對啊 遇到頭痛 我覺得頭痛跟牙齒痛 肚子痛 肚子痛還好 大一點 嗯 頭痛跟牙齒痛很難忍 牙痛 很難忍 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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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妳今天好像娃娃魚 因為上面這兩隻 流愛很長 人家流愛很尷尬 就在停在走 要長不長 好症 流熱又覺得狠 流熱妳試試 學日主播來了 妳等一下這邊有線 喔就是外面的那個 對 我從後面搬 還可以嗎 會不會再來 不會 就跟兩人差不多 OK OK 好 只是她不能動 好 好 不能滑 不能滑 對 不能滑 好 難怪我覺得怪怪 因為我記得我今天看到妳的時候 不是這樣啊 就已經有戴帽子 這樣就把天線蓋起來了 嗯 那我等一下要戴耳機嗎 對就不行 頭髮流很快 流愛流很快 跳上台語歌 你先 音不滿正不去講話 越是關 後遇生 經濟不穩的四號 只是先提出 很自信 對 可以 可以 我來 我來 我知道 好好笑 伸下去 要報新聞了 暫時不要吵 我去頂嘻 是 我去頂嘻 我來 得不 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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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后立同向见经验馆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郑力军认为这代表台湾民主社会有多元声音跟各种看法 那也代表就是说台湾民主社会自然有它多元的声音跟各种的看法 那其实我们在21世纪的民主台湾 那我们是可以来思考我们怎么去看待历史 那么中间经验堂是设有组织法管理处 那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组织的未来的定位跟它的转型 郑力军感慨他上任后已经出席多位政治受难者前辈的告别式 他们都等不到完整的转型正义 他认为转型正义是超越族群 超越党派也超越统獨 甚至超越史观 呼吁社会重新思考台湾如何回应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记者抽越文台北市采访报道 关于节能家电太旧换新补助方案 经济部今天正式定调最高可以补助3000元 但家电以冷气和冰箱为主 至于新北市则特别加码到5000元补助 请听张雄峰报道 经济部24号举办年终记者会 经济部长沈鸿津指出 2019年将以出口、投资、建设、消费等四面相拼经济 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有感 大家关心了今年我们的一个拼经济 那我们拼经济呢 我们就是冲冲冲 冲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冲投资 冲建设 冲消费 那最重要就是要让 拼经济要让人民有感 在内需消费方面 使用金书家电太旧换新 最高可以补助3000元 针对这个节能的家电 那以每1000瓦补助1000块 但是以3000块为上限 那项目呢 就是以冷气跟冰箱为主 那我们的这一个电动的机车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一样 大概有是4万 4万辆 的补助 节能家电补助可回溯到12月7号 经济部为了鼓励 泰换老旧耗能家电 修正县市公推 住商节电行动 将补助对象 由服务业放宽至一般住家 中央最高补助3000元 至于新北市之前提出 补助上限5000元 熊金说 这是地方政府额外给予的补贴 中央予以尊重 记者张熊峰海报道 行政院扩大禁用 中国大陆制的科技成品 要求行政院及所属中央部会 与公民事业员工 不得使用大陆制的科技成品 相关处理原则 近日内会公布 3月会再提出一份禁用清单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强调 这是维护国安必要 政府部门的作为绝对滴水不漏 政院发言人古拉斯 进一步指出 新措施不是为了防止 中资进入台湾或破坏产业链 而是提醒政府部门 在采购软硬体或咨询安全设备时 要考量国安层级 包括硬体和大陆制造提供的 软体与服务 原则上全面禁止政府单位采购 以上新闻 游历水坠编辑播报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 请上 www.hitdoeradio.com 欢迎回来 谢谢学主播的整点新闻 欢迎大家现在可以加入 HeadFame官方IG粉丝团的直播 因为下巴歌后 也就是我本人 头痛的如鱼 哦 DJ今天要来 下巴歌后系列呢 选唱的是 就是你现在听到的 笼柱灰桃 那个茄子蛋的歌 为什么想要唱台语歌呢 我其实之前听到这首歌 我就蛮想试试看能不能唱 因为我是听到我朋友在KTV点来唱 然后那个MV看了觉得 哦好感动哦 他们请来的那个 胡蓬凤 演主角 然后 然后就是 觉得 就是好像很多事情 还有我们的人生 都会被环境 把我们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 但就是当你走过很多道路的时候 你才回头想想 你自己当初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但是你那时候 可能已经变得 不是你想要成为的自己了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早日 呃提 就是回想一下 你自己人生 很年轻的时候 你给自己设下的一个目标 那那个目标 有没有提醒你现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好 今天要唱 龙柱回桃 对不对 来吧 下巴歌后来啰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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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mber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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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吼 吼 N 吼 frost 吼 不平的 無路用的 朋友 在閃爍的路上 騎我兩公公公公 懷在我的靈心 只好晒 我無一無無無 只只一條命 朋友啊 走在內褲 君一支 一支 一支在天 唱一輩 一輩 一輩在等 請你愛 帶領我 我唱兩母 別把我衝空 四天 一天 一天 一天在走 看一支 一支 一支在哪有 有一天 難忘了 帶不走陶庭 帶不走陶庭 總會逃 Thank you The long love 然後今天呢 1月24號 今天是1月24號對不對 今天也是 就是我有一個唱台語歌的朋友 我有一個唱台語歌的女生的朋友 雜寶金娜 就是李千娜 她今天在Legacy的演唱會 在遠方的我祝福她 因為聽出來蠻順利的 兩位也有趣 就是有給我們看了一些影片 千娜好棒喔 你很厲害 你是最厲害 最漂亮的雜寶金娜 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下巴歌後的系列 如果你就是敲完想要整首的話 麻煩到我的IG來留言 然後也謝謝收看直播的Everybody 你們好 好 那接著在那個籠柱回答 我們剛剛聽到除了我唱的之外 還有茄子蛋唱的原曲 那下一首歌要聽到的也是茄子蛋的歌 這一首是龍流連 因為之前呢 剛好今天茄子蛋有在自己的粉專上面釋出了 就是說 就真的是超剛好的欸 就是龍流連現在有MV可以看了 然後也可以唱了 因為之前好像是只有龍柱回答點的到 對 然後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那個日常 日常的台語怎麼講啊 李熊 怎麼像某個人的名字 欸 李熊 好了 日常也唱得到了 然後無情的孫小美也唱得到了 好的 下次去KTV 大家 歡迎大家可以狂點 好 那現在我們要聽得這首歌 茄子蛋的龍流連 是 喊叭是醉喔 懂这功语 还是说我下次要做有一点 这些不会这样 今天说不到天生影像 有人说你那个 头痛是不是头发绑太紧 我头发没有绑 只是夹起来而已喔 都没说 我头发没有绑 只是夹起来而已耶 祖哥有那个喔 准时观看 谢祖哥 他本来是你姐的粉丝 现在已经变你的 抢台成功 耶 有一次 我好像才刚来上班一个月而已吧 然后祖哥就说 他就说 他对我讲了一番鼓励的话 哪一种 他就说 这是 就是你拍的歌都是你自己喜欢听的吧 然后我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认识 然后或是我觉得听了觉得蛮想听的歌 然后祖哥就说 他说 嗯 他是喜欢我讲话 他说跟你以前来做专辑宣传的时候不一样 就你现在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说 嗯 可能因为专辑就有一些必须要说的话 然后跟 有 有概念 然后有 大家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向 对 然后 然后 那时候也会觉得就是 人生也是一直在成长 可是现在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会有 我现在想要说的话 有时候 不 不见得现在想要说的话 就是 对的话 是好的话 可是很自由的 然后祖哥就说 你应该要常常让大家认识这样的人 他说 因为这样的你是讨喜的 然后祖哥就说 我就很喜欢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当下 觉得有一种 功力加强的感觉 好像得到一个 就是大家有打电动的人就知道 就是收到一个魔法师给你的那种 能力包 然后让你的能量 一个宝物 对 就忽然好像level up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肯定自己 不是在那边说 白痴的语言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以前宣传的时候 然后是在说 白痴的语言 不是啦 因为当时 不是宣传的时候 是有时候自己偶尔会跳脱 该讲的话 然后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因为我姐以前 就很常常讲说 我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就是因为那个 就是没说重点 对 就是没有讲到重点 就是那些该讲的话 跟不该 该讲的话绕得太多 然后大家会忘记你该讲什么 所以就有时候那一坨话 听起来就觉得 诶 讲完然后大家也都忘记了 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就比较自由 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常常还是口指不起 但你们觉得进步神速 有 因为有蛮多人都有跟我讲的 就说 诶 我觉得你脑袋动得比以前还要快 然后 好像 就是跟人讲话接话的速度的时候 就觉得 你也可以想到这个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以前都没有这个感觉 然后 在这当中 ing我也都没感觉 可是 所以真正的改变就是 旁边人告诉你改变的时候 你就是真的改变 那个才叫真的改变 对 大家都觉得你今天唱的 这首很好听诶 真的假的 嗯 真的假的 刚在那个唱的时候 爱心是满天飞 耶 哇 我上一次唱台语歌是比亚 你有练很久吗 我上一次唱台语歌是比亚 上一次唱台语歌是比亚 啊 上一次唱台语歌是比亚 你今天你今天是不是练得比较熟 对 练得比较熟一点 因为感觉你今天都没有很卡 没有一个 今天都没有必须要撑下去的时候 哈哈哈哈 没有 但因为这首歌的key也不太高啊 就是它key是刚好在中间 它的旋律写的都不会 忽然间抽歌 那如果有人要练这首歌 它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 如果你要自己cover 比如说 刚刚我在中间的时候才开始刷 就是它有一个bridge的时候 因为前面你可以去听原曲 它就是很 比较口气 就是比较在感叹 的 所以口气跟说话的方式 比较多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我一开始练的时候 有一点尴尬 是譬如说 它bridge的地方 什么 然后我就会觉得 平常没有在讲台语 然后忽然要唱这么 这么台的台语的时候 就豁出去 不要不要觉得尴尬 然后要 它的每一句话都是这样 唱 唱 所以 就是唱出那个感觉就是 就是 放下去唱就对了 然后 不熟的台语也没有关系 听起来有另外一种感觉 不要把它当成情歌 我觉得这让 就是 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像是 说话的口气 对你自己讲话 好 忘记得到刚刚那首歌了 等一下回来就介绍了 好啊 有人说 我现在有点无法接受 我如荫离开我的平日时光了 真的假的 好 赶快打给娃娃 哈哈 赶快打给魏尔萱 他最 会 在乎这个 你做解吗 哈哈 因为以前不是 就会一直有人说 想要找GG来代版 在他的时段 真的假的 然后他就会 真的有点火 这就是GG有GG的时段啊 娃娃又娃娃的时段 对不对 我就是 以后大家代班的第一人选 还可以自己排歌 不用麻烦小姐姐 不用写歌单来 真的不用写歌单来 我自己提到 但我先去排了 对啊 可能是有上个礼拜有在 讲 就是觉得已经 三个多月的日子 不知道大家习惯了 没 还是 还是有人不认识我 因为到现在 偶尔还是会问 有人问说 娃娃什么时候回来 对 我自己也会觉得 过了这么久 应该有蛮多人很想念他的声音吧 想念他的 先预告过年 可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过年可以听到 可能 可以听到 欧夜DJ哦 所以过年一定要锁定 我昨天去工作的时候 也有把APP打开来听 昨天下班之后 你说我们这边下班之后 我 对啊 你还去上班吗 对 然后听Denis 再讲一些 有一点听不懂的话 然后我就想说 哇 只有Denis可以在 还在Jingle的时候 直接开麦讲话 哈哈哈哈 超酷的 哇 下一段KarenCC 我刚刚是那个 刚刚那首歌是 灭火器的 长途夜车 哦 长途夜车 哦 长途夜车 台语乐团 啊 那我等KarenCC唱完好了 还是我们等一下你要开麦讲话的时候 我们今天直播就结束 好啊 再跟大家小聊一段好了 好啊 对 昨天开APP的时候 然后就跟 现场的 摄影师啊 反应师 化妆师 然后就在讲说 最近有什么新人发片 什么的 然后就讲了几个 大家都不知道欸 然后就发现 现在很少人 Follow新人的新闻 对对 然后他们也觉得说 没有管到啊 就是看电视好像也看不到 其实管到很多啊 你如果有 有心的话 对 然后我就说 你可以听电台 现在就下载 就下载 HitAven APP Good的 对 你出国 我说我出国也会开来听 你就觉得很熟悉 洗澡的时候 就放在旁边听 而且歌都有人帮你选好了 对 还有人讲话陪你 对 你看你平常听一些数位平台 都没有人讲话陪你啊 我们DJ每天都有 偷偷不绝的话 想要跟大家说呢 对啊 他会讲一些好笑的 有霉的 对不对 来跟我们聊天啊 对啊 有没有下载一下 超方便 然后他们就说 哦 但他们却对于KarenCC有印象 比如说我举了一些 景安啊 王立仁 还有有感觉 最近的 文慧如 有有他们有对文慧如 文慧如应该有 因为他之前Youtube 是Youtuber 还有KarenCC 但这几个我们都有在热播 对 超级热播 然后 你不要来Announce一下呢 跟你姐两个最近都在找东西 对 请大家多帮忙 我最近就是我在找房子 一个人在找房子 然后我姐在找包幕 找东西 全部都在Fighting Something 希望 就新年新希望 就希望 过年后就可以 搬到一个新的居所 重新打理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 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然后也希望我姐 找到保姆 找到保姆 哦 DJ 就要熄灯了 暂时熄灯 不要换哦 夜DJ 这样你们就会听到哦 夜DJ 然后也会听到LouisDJ 可能啦 不知道啦 不知道啦 但是就祝福 大家可以赶快找到保姆 对啊 好的保姆 好困难重重哦 所以 他现在一直找不到 就会一直 就是 距离他 预计要回来的时间 越来越晚 对啊 怎么办呢 大家有推荐吗 好的保姆 什么 好的保姆 大家都推荐 良心推荐 但他已经是人家的啊 对他觉得 好 好 好的 好啦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你下禮拜我们要唱 下禮拜要唱 过年前就有一次 对过年前还要一次下巴歌后 歌后 好 对 大家继续说定下巴歌后 下巴要唱什么呢 我来思考一下 好 你可以点歌 你可以点歌 点一下巴 欢迎来我这边留言 可以Tell m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